我们把100米的这个高炉 炉心掏掉 然后做成五层楼 整个里面会容纳两万两千屏 在5G的大环境下 我们充分地把技术和内容往前迭代 给大家一个极致的体验 和极致的一种新的交流的方式 那么我们通过直播的方式 通过把这个产品增加了智能性的功能 用户在家里使用单车的时候 教练可以实时了解他的运动情况 包括他的完成情况 传统的是绿物拍摄 或者要不到实景下去拍摄 而现在呢 我们是把整个真实的这个场景 在现实里面去做了一个模拟 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制作成本 和节省了制作时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